不要轻视那一点点的光 任何一个人生命中 总是有那样的一盏灯 今天买来的 然后包含下面的废胎 希望他们今年的过年可以 好过年然后冬天也不会冷 乌瓦都掉落了这样子 然后雨水就是会喷进来 所以我们全部帮他整个整修 连天花瓣 请师庸师姐来帮他老累一个 然后贴个春联让他们好过年 人人本期有那一点的光点 只要心灵启发 那点点升星光 那点点阴光 都会这样的挥洒出去 小行星需要旋转 如果说我们用电线在里面的一转的话 电线会一直扭一直扭到最后会断掉 特别做一个旋转盘 等说一个导电轨 让它联系供电不会断电 那我就用连钓机去做的话 整个圆度会比较顺 一开始有点像甘嬷 慢慢修到它的弧度会漂亮 实际的小行星 就这样的 设计整年 它里面的内架 外面的瓶装 还要让它会转 它比较复杂是 它从logo转成立体 因为这个比较抽象 因为没有一个实体 可以去做参考 还有那一艘船 此航普渡 花了整年的时间 过想设计 很诚意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 好 好 和和 创刊号 我们为了想办法 把这个可以这样子拉出来 然后再收回去 惨了 你看它这样就收不回去了 它有一个封锅 当我拿到了 这一拳 创刊的 单单的一张 那展开来看 好温馨喔 看到了 此次一小星星在空中 灰啊灰啊灰啊 绕了绕了地球 这不就是神通 神通吗 人心啊 那样的精神微妙 人人啊 都有神通广大的力量 人人呢 都可以称为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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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尊亚 为不良你 请 祈祈祥